想和你好好谈心 有一个蔡先生 肺癌末期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说你知道你的状况 他说我知道 我是末期 我说那你觉得 你自己还可以活多久 他说不是三到六个月吗 我说三到六个月 是一般的说法 我认为你大概 就是三到四个礼拜 然后一听他就说 那我要回家 回去以后我们就 启动去家安宁 去家里照顾他 大年初的 他儿子打电话给我 坚叔 谢谢你 我爸爸走了 走得很平顺 他说坚叔 你认识我父亲 我说我不认识你父亲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父亲有小三 他说那天你要回去的时候 我爸爸问你说 有什么事情要注意 我说人生重要的事情 都要处理 包括小三小四 他说我父亲 领老入花床 我们是非常不原谅他 没想到 他回到家里 第一件事情 是把我跟弟弟找来 跟我们道歉 最后这三个礼拜 居然是我一辈子跟我父亲 讲话讲得最多的时候 面对生死议题 思考生命意义 我是坚叔 黄胜坚医师 做自己的主人 找回你的心 应心电子 真心祝福